谢谢今天用土豆跟大家分享的非常好吃的做法 洗好的土豆去皮后再切成片 像这么厚就可以了 切好装碗中 加半汤匙盐抓均匀 放一旁腌制15分钟 腌好的土豆非常有韧性 而且不易折断 并且腌出很多水分 将土豆片倒入立盘中冲洗干净后 再瀝干水分 加半小碗玉米淀粉抓拌均匀 让每一块土豆片都均匀的裹上一层玉米淀粉 锅中多来点油 有温五成热 将土豆片一片片放入锅中小火慢炸 炸至表面定型需要勤翻动 让土豆片收肉均匀 炸至表面微微上色 咱们再捞吃 再将油温升高 放入土豆片 机器中小火复查一次 直至炸至土豆片表面金黄色 即可控油捞出 撒上自己喜欢的椒盐或烧烤料 好均匀 咱们的炸土豆片就做好了 比肯德基的薯条吃得要过瘾 外脆里嫩 吃起来一点也不油腻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一下 把油 yapıl了 烦煮炸 CVERA 心烦煤